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如果我们简单的说呢 它是一场战争 它的意义重要性在于 它对于整个明朝的历史发生了一个转折的作用 我们知道这个 尤其是最近十年来啊 明朝的历史显得一火在火 这个十年前有这个万历十五年 后来有明朝那些事 后来播电视剧又把万历十五年给拉出来播 所以这个 很多人就会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明朝的一个国事的转折点发生在哪里 那么学界一般普遍认为 发生在这样的一次战争 土木之变 我们是这个一个转折点 那么它对于这个整个国家的战略啊 其实是发生了一个从外向到内向的一个转折 你也可以说是一种从带有进攻型的 到整个趋向于保守的一个转折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你看明朝皇帝的一个做法 在土木之变前 那么是这个几位皇帝 开国皇帝朱元璋不用说 那么包括后面的这个明朝祖朱棣 还有这个朱瞻基 这好像是电视剧中现在出场还比较多的一个人物 他们都是这个 非常有一种活跃进取的一种姿态 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经常不待在北京 动不动就带兵出去 这个寻边也好 或者是打仗也好 那么在土木之变之后 这一次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皇帝又亲自带兵出去亲征 结果不仅打败了 还被人家给捉了俘虏 那么对整个明朝都发生了一个改变 在正统皇帝之后 明朝从大臣到皇帝都有一个想法 就大家千万别出去 能呆在家里就不要出门 能呆在北京就不要出城 可能整个后面除了这个性格比较叛逆的朱后赵 他为了这个明武宗 他为了能够出去和大臣们享尽了花招 其他呢 也只有嘉靖皇帝去了这个湖北一趟 所以整个的这个国家的形势就发生了变化 包括你会看到明朝从这个不怕打仗 甚至想打仗 变成了完全怕打仗一个过程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事件 我们一般按照正常的想法 那么任何史书上都会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 的确是这样 大家去看无论是今天人写的明朝的历史 还是去看像清朝人写的明史 明朝人写的自己的史书 都会提到图目之变 但有意思的事情是 就这样一个我们都认为很重要的事件 其实记载的并不清楚 大家如果去看这个一些史书 就会觉得特别是像明史这样的记载的 就带有盖棺定论性质的 它会显得似是而非 看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 但是你细细一琢磨其中有很多问题 所以围绕这些这个相关的问题呢 也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 那么我今天呢 当然也是建立在这个 学习这个前人以学士研究的成果之上 然后呢再结合我自己的研究的一点想法 然后我们谈一谈 我们先讲的是 就是我们讲述一下图目之变这个一个战争 很重要的一个事件 它究竟前因后果是怎么发生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想跟大家探讨的是 就为什么会出现一些似是而非的历史记载 以及我们在面对历史记载的时候 可能要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讲到这样一个问题啊 先讲的是这个战争爆发的一个起因的问题 就是你们去看 我们知道 大家如果就是关心这个明代历史的话 那么有关明代政治史最原始的资料 或者说你甚至可以说是最可靠的 一个贯穿性的资料 叫明音中实录 它其实就是以年月日为单位 每一年怎么样 它是每一月做一卷 然后每天每天记下来 国家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这样一个资料传下来 这位我们是了解政治史的一个基本资料 那么它就讲了 为什么会发生图目之变 这样一个就为什么会爆发战争的过程 它讲的事情呢 我们总结起来就是朝贡的冲突 史料我就不再给大家读了 我们可以讲一下 这个讲到朝贡 其实大家很多朋友可能听说过朝贡是什么 最让大家了解这个印象深刻的就是 国外来一批人 那么他们送一件当地的土豆产 可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中国皇帝会赏赐金银财宝 就丝绸珍品赏赐一堆 就是一个这个傻大款的这样一个行为 但我们想这个朝贡 其实是一个国际秩序 它是前现代时代的东亚的整个一种国际秩序 那么在这个国际秩序之中 明朝也好 包括后来的清朝也好 它扮演了国际的中心 那么大家向他来 这是一种表示臣服 那么这个古往进来 无论大小 作为老大 那你都要给小弟一点好处 所以这个再回赐一些这个经济上的优待 其实朝贡对于这个正常的朝贡 对于明清啊这样的这个国家来说 它的财政影响是比较小的 比较小的原因在于什么呢 就是它整个体量非常之有限 比如以明代为例 它对于每一个来朝贡国的这个史诚的数量是有限制的 一般就30个人左右 30个人就让你拿 你能踹多少东西回去 是吧 这个白银你就是揣一身 你揣个十斤白银 但是这个在正统年 瓦剌也是一样 那么瓦剌一度也属于明朝朝贡体系中的一员 我们看史表中记载 在之前比如永乐年间宣德年间 瓦剌一般也就是派30个人左右来 但是到正统年间的时候 瓦剌的和明朝的朝贡 发生了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直接切到这个战争爆发前一年 正统13年 瓦剌一次派了3000个人来 大家想一个概念 就是正常情况下 一个国家一次派30个人 10个国家300个人 100个国家3000个人 瓦剌一次派了半个联合国的人 都跑到明朝来 这个就完全不是来做炒贡贸易的了 所以有学者就认为 这是一个勒索性的行为 那么明朝对此呢 当然是表示了非常的不高兴 你可以想一想 这个礼部的这个经费 一年全被你给拿走了 这个所以礼部和 而且瓦剌更过分的是 他带了3000人来 他在领赏的时候 他跟明朝报告说 他还不止3000人 他可能报了4000 报了5000 那最后明朝采取的办法呢 就是一个一个数人头 来一个给一个 来一个给一个人钱 这样回去了 《明星宗十路》记载 因为这个事情 那么瓦剌没有达成他的想法 所以他很生气 叫这个鲁球欲怒 于是就发生了互相扣留使者的外交事件 接下来就造成了这样一个战争 我们说这些是刀锅索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把它解释成为一次事件 大家想首先太小了 第二 在整个事件中瓦剌吃亏了吗 他没有吃亏啊 他还是派了3000人来 这3000人还是都拿了钱回去 只不过他虚报的那些人没有拿到 那么如果完全是从利益考虑瓦剌应该怎么办 第二年再派3000人来 如果明朝不同意给这3000人了 那他才是要生气的事情 他完全没有必要就因为这个就发动战争 中断这样一种勒索式的这个强略 所以我们说他可能是刀锅索 如果直接把它就定性为这样一种 因为这样一个事情他就生气了 就开始这个引诱这个各个这个部落 然后大举入扣 显得有点仓促 我们对于整个的分析 不方从整个局势来看 这是这个历史地图集 中国历史地图集 比较全员一个地图集 那么他标明的是在明朝初年整个北方的形式 就大家都知道元朝之后是明朝 但其实如果我们直接说就是朱元璋建国就灭掉了元朝 这还有一点牵强 首先这个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 比如元顺帝 他是自己从北京跑掉的 他跑到元上渡 后来当然病死在那里 这个他之后这个元朝的势力 蒙元势力退回到末北 那么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学界会称之为叫北元的这样一个力量 明初几次北伐 主要就是与这样一个北元力量作战 那么明军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战果 基本上等于把他打散回部落状态 那么一开始呢 他大概蒙古人分成三个部分 偏西边的我们叫瓦剌 清代史料中会叫魏拉特 大家后面看到很多清代的和清朝打仗的都是他们魏拉特瓦剌 中间的这一部分呢自称是正统的 称是汉籍史书称他们为达达 那么还有东边的一个比较少 一开始比较清明朝 明朝给他们设了三个机密卫所 称是朵延三位也叫乌良哈 在分成三部之初 当然是中间的这个正 就是这个他们自认为他们是蒙元正统的这个达达比较强 所以永乐年间的北伐呀 几次都是围绕达达展开的 就像这个摁下葫芦起了瓢 这个达达被摁下去之后瓦剌就相对强起来了 那么就经过马哈木和他的儿子托欢 再到托欢的儿子野仙 这样三代人的努力 到野仙的这个时代 我可以列一个这个 大概的这个几个事情大家可以看出 到野仙的这个时代 他已经基本上就是重新把整个草原 大体上好像又归到自己的势力之下了 那么不仅如此 他还做了一个扩张 我这里列了可以两个 比如一个重要的是他在西北方向 他对哈密和汉东左卫发动了进攻 在东北方向对女真发动了进攻 我们如果把回到上一张图 其实就是什么呀 就是蒙古人和明朝人交际的地方 那么在明朝的西北方向家喻关外 明朝以哈密还有这个所谓关西七卫 作为一个屏障 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支撑 那么在东北方向呢 这个女真的努尔干都斯部落 是明朝的一个支撑 而在正统十四年 土木之变爆发之前 也先不仅几乎统一了草原 而且还正在剪除明朝的这两个支撑 甚至于他给女真各部落 还发出了一个文书 你看这文书写的 就大概就是说 你们要记得 你们之前是元朝皇帝的子民 要记得这个救恩 在这样一个情况看 就无论从战略形式上 好像似乎瓦剌 甚至对明朝完成了一种 在北方的一个包围半包围 还是他的一种野心 他开始提到了元朝皇帝的这样一个事情 战争是不可能避免的 你很难会想象 当野先这样一个 这个草原民族的政治家 在完成了蒙古部落的统一之后 他会和明朝和平共处 是吧 他还完成了统一 还追思起了成吉思汗的事迹 那么他一定还会有下一步 所以战争的爆发 其实是一个综合的原因 但是战争爆发中 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明朝和蒙古打仗多了去了 大家看看明朝的历史上 天天和蒙古打仗 大仗小仗 尤其是中后期天天打 这个明代中叶尤其之多 那么战争的问题在于 这个你皇帝干嘛要亲征呢 有很多人说一个问题就是 明英宗的父亲朱瞻基 明宣总和他的太爷爷 这个永乐帝朱棣都是亲征的 所以他追目父祖的荣光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解释 但这个还有另一种更多的说法 我们看这个清朝人的编的明史 他会讲一个问题 其实这不是清朝人给扣的帽子 英宗实录和明代史料中 也是这么写的 就是说 罪责在于哪 在于王正 这个掌权的太监王正 都是因为王正非要亲征 然后呢他还不与外庭置可否 就是不和大臣们讨论这样一个事情 你就看明朝人编的 明英宗实录也会反复的写 王正脅迫皇帝亲征 等等这样的说法 这种说法呢就是这个 把锅就甩到了王正的身上 当然你王正肯定有责任 没有问题 但我们把整个的过程给连贯下来 会发现问题不能够只规矩于这一个事情 我们还是用这个明朝自己官方的史料看 看战争爆发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 正统十四年 其实瓦剌这一次进攻明朝 他不是从一个方向进攻 他缤分四路 东起辽东 西到甘肃 所以也是我刚才说的 不可能是一个偶然的外交事件引发的 早早的就有这个准备 那么其中最主要呢 当然是也先亲自进攻的这个大统 和这个临近的宣府 宣府就是今天的张家口的这个宣化区 明朝方面其实也得到了消息 而且你看是有作为的 我刚才说了明时录是按时间来划分的 一个月是一卷 然后他每一天每一天 我们把一天一天给找出来看 6月17号的时候 明朝就已经向大同方向 派出了这个一个将领 其实这个就已经能够判断出 以前要亲自进攻哪里 到6月30号 这个进一步的前院消息传来 那么这一天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左顺门开晚朝 简单的说就是皇帝加班 皇帝要加班要把大臣们给讨论 清朝皇帝加班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 明朝皇帝加班是一个极其不常见的事情 整个正统年间一共就开过两次晚朝 第一次还是象征性的 因为他继位的时候年纪很小 这一次是唯一一次正儿八经的加班 那么加班之后 群臣们大家讨论的结果 就是派兵要增援大同和宣府 选了四万五千人去增援 但是这个很快7月1号 7月11日 所以你看明军的情报其实是很靠谱的 7月11日也先当天进攻大同 明朝参将吴昊出击 结果兵败阵亡 那么同日宣府也遭到了进攻 明军也打得不顺利 消息立刻就传回到了北京 这边离得也不远 7月12号 那么朝廷再上议的结论 就因终决定要出兵 并且立刻下达了命令 到7月16号四天后就出动了 我们看整个这个过程 其实还是挺顺的 这个过程 是吧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的转折点在于哪里 在于7月11号的这次败仗 那么就很像是什么 就是明朝在开始调兵遣将 又派这个人去派那个人去 结果最后打败了 打败了之后 作为最高的这个拍板的人 明军显然是这个生气了 你们不行 我行 我上 明军显然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也是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呢 大家如果往前去看 比如他的太爷爷 明成祖朱棣 为什么这个后来要清真 就是因为第一次时候 是派齐国公秋福清真 结果全军覆没 朱棣就很生气 就是我行我上 还是我去 那么你很难不去想 这个明军显然他不受到 他这个父亲 还有太爷爷的 这样一个启发 是吧 所以他这个出动 那么当然他出动的速度非常之快 7月12号下达命令 16号就要出动 有很多史书记载呢 是两天 我们看这是四天 两天是怎么回事呢 就7月14号的时候 大臣们上了一个奏议 就说你别去 皇上千万别去 皇上给他驳回来 不我就要去 那么这样算是两天 那么准备那些东西 我请大家记住最后一个 叫做行梁一月 就带了一个月的干粮 以后我们还会讲的 大家先记住这样一个问题 这样这个战争就开始了 那么我们在讲到过程之前 我们先讲一个问题 就是 有同学玩游戏或者怎么样 你们第一个想的就是这个仗能不能打赢 关键看于谁人多 是吧 明军这一次人多不多 大部分史书记载的 大家熟悉的是五十万这样一个数量 其实你们就看 明史录也好 明史也好 都没有讲了多少人 所以这就是我说一个重要的事件 最后连参战兵力有多少都没有讲清楚 显得似是而非 五十万这个数字的由来 最早应该往上追到是匹泰录 匹泰录是景泰初年史成刘定之自己写的 所以这个时段比较早 那么他就讲这个冠军四数五十多万人 后来大家就延续了五十万这样一个数字 但是也有另一种说法 就是有一个从土木之变这种兵败中逃回来的人 叫李贤 后来很著名的一个大臣 他说土木之战中就只有二十万人 这显然这个就构成了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要分析一下 是到底有多少人 其实是这样 就是五十万是哪里来的呢 刚才我们看上一张 英宗是让这个在京的五军神机三千 这个官军 这三个就三个营 我们称之为叫三大营 是明代初年京军的一个编制 但其实三大营这个编制 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它的渊源是哪里呢 是明层祖朱棣 一共五次清真去打蒙古 就是能打上瘾的这种感觉 他最后几年 他几乎就是时不时就要去 那么他就调动了五十万人来 跟他一起去打蒙古 但是因为他经常去 他天天去 所以这五十万人还不能解散 你可能今天解散回家了 还没到家呢 一道命令又给你调回来了 这五十万人就干脆带到北京 就按照暂时的编制准备好 就是什么时候皇上说走 咱们就走 那么这五十万人后来就干脆就留下来了 那么到正统年间的时候 就逐渐从这样一个清真军的编制 就变成了一个训练营的编制 所以明英聪就直接就把这五十万人给带走了 那么把三大英带走 说五十万是可以的 你可以说他的编制满编确实是五十万 但问题是他是不是满编 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明代时期的事叫户义制 就是每个人生下来就有不同的户口 你是民户你就纳税当差 还有的人生下来他就是军户 他就是当兵 你就必须要去当兵 那么当时当兵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差事 所以很多人就逃跑 反正想办法就不当兵 想了办法就逃避兵役 这个就各种方法我就不说了 明初就非常严重 巧了有一个史料中给我们记载了一下 就在正统十四年打仗之前 明朝摸了一遍家底 就是来看一看到底全国还有多少军队 全国有三百二十多万人 我把数字列出来了 那么实际上还有多少人呢 还有一百六十多万人 缺了百分之五十 你不可能说全国缺了百分之五十 就经成这五十万人满边 是吧 那么如果太缺百分之五十 那就是二十五万人 李贤刚才说 土木之战中有二十万人 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在之前的遭遇战中就已经损失了 那么把之前的损失 加上其实也差不多就是二十五万人 所以明军的总兵力 应该在二十五万左右 虽然被打了一个折扣二十五万 但是瓦剌的兵力 其实是很少的 我就不细讲了 但是学者普遍认为 瓦剌的总兵力可能是三万多人 三万多人 而且土木堡之战不可能投入三万多人 以后我们还会讲到 他要有迂回穿插包钞 三万多打二十五万 这个就像这个网上的段子一样 是吧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 看起来是胜券在握 那么 我们看他这个到底会怎么进展 这样一个过程 明军中想的问题是出去找人打仗 但是人家在哪你不知道 你只是大概知道方向 是吧 你知道在宣服在大同 所以他就从北京出发 二十五万人浩浩荡荡 带了一个月的粮草 就和今天这个 从北京出发去居庸关旅游的路 基本上是一条路 就那条路 就出了居庸关 然后在内外长城之间 先到这个往张家口去 当然他没有到张家口 张家口在当时是一个前线 他去了这个 现在张家口市的宣化区 那个地方叫宣府 宣府是明朝在 长城防线上的 九个最重要的堡垒 大家可以想像这个大堡垒 先去了宣府 没找到人 从宣府再接着去大同 到大同之后呢 也没找到人 那么就回来了 有很多材料记载 说这个就是这种战略上的盲动 我想其实不是盲动 因为我们看了一下日期 发现很有趣 我刚才一再跟大家提醒 他们出北京的时候 带了一个月的粮草 是吧 7月16号出的北京 8月1号到了大同 正好15天 粮子吃到一半了 你不回家干什么 所以当然你可以说 大同会有补给 会有什么 但是呢 这个基本上 他的战略构想 就是从大同就回去了 那么在回去的这个过程之中 就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后来明朝人在检讨 我们这一次 为什么打白仗的时候 就说一个事情 都赖王振 王振瞎指挥乱走路 就大家说这个 有一个讲法 就是你们看这个图 最下面这个虚线的绿色的部分 说这个 当时其他的人就建议 说这个北边 沿着长城走 特危险 我们走南边 走紫金关 回北京 这样绕开 比较安全 你看比如这个 明史西日本末 就会这么在的 明史中讲的比较碎 明史你要把郭登转 什么都就牵出来 也是大概这个意思 大同的这个总兵郭登 就提议 走紫金关 南边走 比较安全 但是呢 王振不听 王振不干 而且王振怎么想的呢 王振他是河北玉州人 他想带着明明宗回自己家里 这个耍耍微风 抖不抖不抖不 是吧 但是我这张图是这个 明代的驿站图 就驿路啊 驿站 那是大道的图啊 我们意外的发现一点 从大同到紫金关 就是郭登建议的这条路 正好要路过玉州 那王振何必不听呢 正常的思路应该是 郭登说 大军不要沿原路走啊 走紫金关吧 王振一想 这个郑重下怀 心下大喜 是吧 太好了 就按你说的做 我们就这么走 那么何必会有 王振不听这样一个讲法 这样一个说法的出现 那么就给我们显示出啊 这个史书的记载 可能又另有引擎 就像你想用一个谎 去圆另一个谎 圆着圆着就圆乱了 就会这个圆出问题 那么实际上 明军是怎么走的 我们就算不考虑 刚才那个可能圆乱的问题 你说是当时这个 史学家史冠在记的时候 这个手写差了 也可以这么讲 我们把明英宗 每一天去过的地方 给它连起来 然后连成一条线 你会发现也不对 假设北面沿的长城是北线 南面走紫禁关是南线 那么按照这个讲法 应该是先走的是这个 这个南线 后转到北线 是吧 但是实际上 把它连线之后 大家看这个左下角 这个一圈绿色 走得非常乱 它基本上是北南北 叫来回折来回折 而且最先开始 是沿着长城走的 后来怎么又往南跑 往南走了一截之后 又往北走 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当然没有更多的史料去记载 但是我们如果把几个节点给卡住 大家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就它往北走 在哪里突然折返回来的 在于这个 叫杨和卫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之前明军在大同出战 战败的地方 蒙古人肯定是管杀不管埋的 是吧 所以这个遍地失守 那么大军走到这个地方 明军也好 和这个军队也好 显然是有点害怕了 再加上这个文臣们 史书又记载 文臣们大量的劝谏 那么很可能在这里 明军被说服了 算了 咱不沿着走了 我们走南边安全一点 那么走到南边之后 走了一阵子 大概过了两天 明军又转过来了 不行 这太丢人了 我带着大军出来 然后什么都没有 又跑回来了 这以后怎么办 还要走回去 于是又走了北路 那么这样一个解释呢 我觉得反而可能 还更好解释 为什么走出这种 迷之操作的 这样一个 这个走的路线 是吧 那么王正在里面呢 你可以说他扮演了 一个怂恿的角色 那还有一种可能呢 是王正作为奴才 他也说不定 也是在替主子来找借口 明军怂了 他就说这不是皇上怂了 是我想让皇上去我家看看 明军又鼓起勇气了 他就说这个 不不不 是皇上怕踩了我家的麦子 所以我们要北边走 因为还有学者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以当时的种植条件 这个产品作物和气候 那么在那个时候的河北豫州 可能已经秋收结束了 地里根本没有麦子 就不存在什么王正 怕大家踩了麦子 地里什么都没有 你踩踩就是了 是吧 所以总而言之 就沿着这样一个走了 还有一些财劳通记载 就是说就是因为这样来回走 耽误时间 所以让明军主力 被瓦剌追上了 如果是从大同这样一个重要的堡垒 到宣浮这样一个重要堡垒的路程中 被追到了 那确实是 这个是因为耽误了 但其实 大家可以把大同宣浮 因为它住房非常森严 勉强当做安全岛来计算 其实从大同一直走到宣浮 什么事都没有 非常安全 明军就回到了这个宣浮 那么回到宣浮的时候 我们看一张地形图 最左上角的那个小红点面是宣浮 已经有情报得到 就说这个野先轻率大军要过来了 大家想想 如果这个时候 明军真的是要跑 他应该怎么做 要么赶紧杀了欢的往北京跑 是吧 抢在人家来之前 我逃回北京安全了 要么我就蹲在宣浮不动 反正你啃不动我 但是明军不是 明军第二天完全不在意 第二天就走了 第二天走了56里 其实走的不算远 在宣浮东南 那么第三天到8月12日就更神奇了 一天就走了20里路 明代的一里 大概折今天的490米多一点点 那么20里路就是还不到10公里 换照今天你们支付宝上的部署 就是还不到2万部 大军走了一天 才走了不到2万部 他就停下来了 那明明知道后面这个瓦剌追过来 他就远就停下来了 更神的是第三天 8月13号的时候 这个正准备要出发呢 突然情报传来 说这个瓦剌 是宣浮方面的情报传来 瓦剌已经进来了 可能要袭击大军的护卫 明军来金盛了 咱们不走了 就在这里等着 这完全不像一个逃命的样子 更不像是这个 而是什么 是想要打仗的样子 是不是 那么为什么他蹲在这里不走了 其实我们如果把地形图 我把地形图一截出来 大家就可以看出来 那么他蹲在那里不走 就是走20里就停的地方 是中间的这个小红点 叫雷加站 大家看这个地形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 这个地形有概念 就是正好这个地方 是进入了山间的谷地 河谷 换言之 就是他带着20万大军 在这里正好可以展开 那么很有可能是 明军他就是想打仗 他一路赖赖赖赖 走走停停 一看到这里能打仗了 赖了这里不走了 所以才会出现 一天走了不到10公里 就不走了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他就等在这里 13号一天也没走 就等着要和瓦剌打仗 那么就爆发了双方的前哨战 我们看前哨战的爆发 结果是怎么样 明军中很激动 就让这个殿后的 这个后卫部队出击 是吧 后卫部队的领头呢 这个就是侯号公顺侯 这个侯号就想说明 他是蒙古那边投降过来的 在明代的军队中 蒙古人投降的部队 是战斗力比较强悍的 那么大军出征 以这个精兵殿后 这也是很好理解的一个事情 结果这个侯顺侯的部队战败 他自己也这个败墨死了 消息传来之后 那么明军又下令 因为反正他人也多 他又调动了这个四万人 去这个去增援 或者怎么样 你可以想象 他调动了四万人 一定是精锐 他不会把老弱病 他没事干掉过去的 结果这四万人 在120 就是中间的这个 这个红解链 两三之间 全军覆没 两场遭遇战的失败 而且两场战斗 显然用的都是 明军最精锐的部队 全部失败 甚至第二次全军覆没 那么死伤至少在五万人以上 显然是把这个 民营中这样一种 豪情壮志给打破了 是吧 本来想象给人家摆合一场的 结果最精锐的这个部队 都被人家给全部消灭了 那么到这个时候 他开始下坡党了 当时就拔营 往北京方向跑 就是从这个中间的雷 从中间的雷加战 往这个东边的土木堡 怀来方向跑 就出现了后面的 发生土木堡之战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 后代的史书 或者说后人在检讨的时候 又会讲一个问题 就是你干嘛要在土木堡 这个地方停下来 你再往东边跑一点点 跑到怀来城就好了 怀来这个地方 过去是个所 明代的军制编程 是位所制 一个位大概五千六百人 一个所一千一百多人 怀来这个地方 过去是首预千户所 后来永乐十六年 大概十五年十六年 升格为位 就是尼克利耶威一个堡垒 是吧 有固定的城池 你跑到怀来不就好了吗 那就是各种记载 就这个讲不清楚了 一般来说包括明史 明史说的是王震很生气 所以要在 土木堡这里要打一场 明史 其实本末的记载呢 是王震说他的这个 运输财产的这个 资重车还没有到 所以要等一等 给土木堡停下 我们在看 明镜英东十六族 发现了一个 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有一句话 就说正当雷加战 这个地方激战正寒 明镜准备跑路的时候 在他北边 这个山谷口 这个地方 有个地方叫麻玉口 麻玉口这里 出现了瓦剌的骑兵 并且和明军 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那么这个地方 发生了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如果大家把线连上 说明当瓦剌的部队 在从后卫 追到明军的后卫的时候 同时还有骑兵是在迂回报朝 从两翼过去了 而且从地图上看出 他已经迂回到明军的后方了 加上瓦剌是骑兵 明军又是以步兵为主 你明显你是跑不过人家的 那么也就很有可能出现一个事情 就是明军中还没跑到土木堡 甚至还没跑到怀来 瓦剌的迂回部队就已经先跑到怀来了 你可以讲一个问题 先跑到怀来也不怕 怀来有守军 刚才不说了 他一个位吗 他有五千多人呢 稍微支撑一下也行 反正瓦剌一共就三万元 我们会看到更有意思的材料 这个材料记载就会看出 在这场整个战争结束之后 明军方面反思 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样一个战败 有一个人叫叶胜 一会儿我们还会说 他就说都怪什么 当年都怪这个毒石马银等等 这样地方的人 他们不战而退 就跑掉了 所以才导致了失败 他是一家之言 那么警探年间主持朝政的兵部上述于谦 也是这么认为的 这是一个权威定性 他说当时打仗的时候 毒石永宁等等十一个城 不战而溃 自己就跑掉了 所以导致了这个鲁扩 就是瓦剌的骑兵 如入无人之地 随便去 为了这件事情 警探年间就撑处了一大批的 就是不战而溃 弃城而逃的武官 我们在其中看到了这个谁 守备怀来蜀都指挥 康能指挥使等等一帮人 换言之就是 明英宗还没跑到图木堡 这帮人就自己先跑了 那么你可以想象 当瓦剌的骑兵已经迂回过去 抢在了明英宗的前面 而怀来又是一座空城的情况下 明英宗怎么可能进城 你就算进了城 城里面恐怕也不是你的人 恐怕就已经是瓦剌在里面 瓮中捉鞭等好了 那么怀来在失守的情况下 明军在图木堡扎营 恐怕是一个迫于无奈的选择 甚至于他是只能走到图木堡了 因为这个 英宗实陆里还记载一点 图木堡这个地方地势比较高 所以没有水 挖井挖不出水 但是外面有一条河 而明军到的时候 河流已经 河这个取水口 已经先被瓦剌的骑兵给占住了 那么更有可能是 他一路跑 跑到这里实在跑不动了 就被人给摁住了 摁住之后 这就发生了这样一场战斗 这个 网上现在形容这种战争的时候 有很多段子 大家也会觉得 那么瓦剌方面最多投入三万人 明军呢 这个时候就算前面战败了 二十五万人出来 前面遭遇战失败了 也得有个小二十万人 就是二十万都租 是吧 三万人 你一时半会也抓不完 但是这个战争怎么开启的 你们就看史书中记载 非常有意思啊 就是都能少讲就少讲 能不讲就不讲啊 尽量不要讲 所以就让人很奇怪 你这到底怎么打的是吧 就没有发生一种这种 热血的这样一个这个 殊死搏动吗 印尽死路的记载就是 哎呀这个 大军一动就乱了 一乱了就败了 就显得很简单 李贤就这样一个 从土木堡逃出来的人 他记载的倒是蛮有趣的 那么他的记载呢 其实就是 明军实在已经渴了两天了 就在土木堡这个地方 被人围困了两天 两天没有水喝 你可以想人两天没有水喝 这个精神已经快到崩溃的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瓦剌方面可能使了诈 有说是瓦剌放出一个空子 有说是他派人到这个地方 来假装谈判 还有说法呢 是他搞了一帮人 穿上明军的衣服 冒充明军到这个水口 总之是明军大部队 一下子嗡嗡嗡都跑到这个河边 想去喝水 结果就在这个过程之中 大军这个阵心一乱 一帮人涌着去喝水 这个瓦剌的骑兵就冲杀过来了 《明史记事本末》 记载的很精彩 叫做铁骑柔阵而入 奋长刀以砍大军 李贤记载的就是这个 明军就是进屋一人与斗 一个都没有去打仗了 大家要么就盔甲一拖等死 要么就是四处乱跑 就争成了这样一种乱跑的一个情况 这样的一个很不堪 这个提及的战争过程 那么也出现在 其他的这个材料的印证之中 比如后来这个事情结束之后 有一个明朝一个使臣叫杨善 他出使瓦剌 就是他把明军中给接回来的 他出使瓦剌的时候 瓦剌人就问他 说当年我们的同胞打仗的时候 你们南朝兵好奇怪啊 就说这个打仗嘛 大家兵任交接都很紧张 结果你们的人把盔甲一脱 衣服一脱 这是算干什么事情啊 哪有这种打仗的方法 是吧 当然杨善这个 他口才很好啊 他就给人家怼回去了 但这也告诉我们 确实这个战争 就是以这种非常不堪的 这样一个情况 所为的 也就应声了为什么这个七十万大军会一战而溃 关于战争的最后一幕啊 我们讲一个问题就是 明军到底死了多少人啊 为了证明土木之变 在历史上有一个转折的作用啊 大部分材料中都会说全军覆没啊 但应该全军覆没不至于 那比如以前说他死者三分之一 伤者俱半 还有就是三万人嘛 他真要把二十多万人都杀光 刀都能砍刃是吧 大家想一想 有一个比较好的材料可以记载一个问题 就是图木之战结束以后一个月啊 明军就细细的收罗了打扫战场啊 打扫战场呢 打扫出了很多东西 我们看前两枪 头盔啊 有大概九千八百顶 这个甲有五千二百多领 你算上三万蒙古兵 他们抢走的 掠走的啊 这地方也不会有老百姓 这种战场是吧 那么其他人也不至于 这来偷这个 那么还留下大概一万顶 亏五千零甲 如果说是二十万人 全军覆没的话 哪怕剩下十分之一 也得有两万顶啊 是吧 你瓦剌三万人 他不可能一人扛五个甲 在身上走 那他也别走了是吧 这个马就扛住了 所以我们一般认为 可能死者大概三万人 是比较合适的 受伤的可能会比较多 但是整个军心呢 都大溃退了 在图木之战结束之后 这样一个整个事情 结束之后 明朝呢 在图木堡 建立一个大的显宗词 显宗词留了一个银帘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而且很适合 作为我们这个 今天这个分享的故事的 这个隐身和这个总结 那么总结 可以总结前面的故事 就是他的上连是这样 叫故老尚于哀兵溃 不堪论往事 我们想一想 我们刚才在讲的时候 我们不断地提及一个问题 就是明史录 明史的记载 总是显得不那么可靠 是吧 似是而非 故意隐瞒 他其实很明显有一个 叫做不堪论往事的一个过程 那么后面一个呢 叫做诸公英字未君存 何必问委屈 就是大臣们死的很多 但是还好皇上还活着 还好皇上 因为皇上被人抓了活的嘛 抓了俘虏抓回去了 这个 但讲到这个问题 我们再反思到上一句 就是为什么史书中记载 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 就存在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大家想一想 就是明朝人啊 他不愿意把事情写得太清楚 好像可以理解 是吧 自己家的丑事 谁愿意写得清楚呢 那么清朝人 何必不把这件事情 给抖露清楚呢 你抖露清楚了 把这个之前这个人的 这个这个彻底抖露清楚 对你来说不是更好吗 是吧 而这样的事情呢 还不止存在于战争本身 那么所谓这个 君存 就是我看 看明宗的这样一个故事 更能体现出 这样一个史书 书写的一个特点 我们最后给讲一点 这个最后一个部分 我们讲一点这个 我记得好像前一段时间 有电视剧还在讲这个 就是这个明宗坐牢的 这一个过程 是吧 那么明宗在被俘之后 在瓦剑当了一年的俘虏 他这一年当俘虏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如果去看史书中的记载 会有完全不同的记载 而且同样的人 他的记载都不同 比如说都是明朝 派到瓦剑的使臣 初始瓦剑见到明宗 有一个叫李时的 他回来就说 说这个明宗不怎么样 这个西地而寝 就牛车一辆 马一匹 然后每五天呢 瓦剑给他提供牛羊各一只 搞得明宗又很饿 明宗见到李时就问 你带米了没有给我一天 你带衣服了没有给我一天 李时说我哪带这玩意了 就把我随身穿的衣服给你吧 这个李时还恶心了明宗一顿 说那个 你看陛下你当年紧一御使 今天这样你是不是活该 等等 还有一个使者叫杨善 他可能政治觉悟就比较高 他的讲法就是 明宗在瓦剑过得可好了 瓦剑每次看了他 都是什么我仁臣也 何甘于天子抗礼 动不动就喜欢治个尽 等等这个事情 这就有两种形象 当然适合真假 大家自己可以判断 明宗在被俘期间 他有随从 他有好几个随从 其中有两个人留下来的记录 这个人叫锦衣卫校尉原兵 后来一路权力很大 你看他的记载是什么 他说明宗在瓦剑期间 说也先 每两日进阳一只 七日进牛一只 逢五逢七逢十 做一次宴席 然后又给这个又给那个 又派人来照顾 要么做行营 要么做暖车 要么撑马 中间遇到人了 大家都在马上叩头 随路进东西 然后也先还要召集 这个众位首领们 给他设宴 也先亲自唱歌 其他首领跪着敬酒 我每每看到这段材料 我都感觉穿越到了后来 康熙皇帝去这个 蒙古 建蒙古王宫的场景 是吧 大概就是这么个场景 你很难想象 他居然当俘虏 是这么个场景 还有一个随从 是个蒙古人 这个 当时蒙古人 投降到明朝的 叫哈明 后来次性改名 叫杨明 他的记载就坏了 完全一下子就这个 大概就是因为 他是这个蒙古人 所以这个 从小这个教育程度不够高 觉悟性不够 你看他记载的 就显得就很可怜 说这个天太冷了 给明英宗动得过呛 所以他会说蒙语 他就跑去找一下 弄了一辆车 搞了一个骆驼 反正明英宗蹲在车里 拿个骆驼挡挡风 是吧 凑不凑不过去了 还有这个 毫不容易明朝使神 弄了一点衣服 明英宗还没高兴一下呢 立刻就被其他蒙古人 给抢走了 就这样的一些过程 我们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史书中在 就是 这些材料 我们今天都能看到 那么毫无疑问 明朝的史观 和清朝的史观 也能看得到 是吧 那么史观看到这些材料 即便他们不倾信 于任何一方 他们也有必要 这个奸相取舍 是吧 就是这边吸取一点 那边吸取一点 辩证一下 来讨论问题 但是你看 事实上 它是怎么记载的 明朝的观修史书 这个明实录的记载 这个也先听说 这个车架来 听说这个 抓住明英宗 特别的这个激动 这个治理胜功 然后这个 后面这个 到了这个 到了草原之后 这个大家都赶紧跪着 去迎接他 等等等等 这样一个情况 包括最后一段 我就不再读了 这完全是照搬了 这个援冰的一段 他就把那个不堪的一面 都不要了 明英宗实录这么讲 这个就是完全是 禀掉了另一面 那么我们看 你可以说这是明朝使臣 他要为尊者会 那么到清朝的时候 这个大家都说 这个清朝喜欢抹黑明朝 是吧 清朝编明史的目的 就是抹黑明朝 那你看清朝编明史的时候 他有没有把这事情 给抹出来 完全没抹 他不仅没抹 他还加了一笔 你看他说这个 治理圣公 时时杀牛马 治久为寿 击守新君臣礼 好像也先动不动 见到明英宗 就喜欢给人磕个头 就好像又给他 给又加了一道 这就很有趣了 就是你可能以为 清朝人修明史 就是来抹黑明朝的 那么如果这样来想的话 那么显然把问题 想得太过简单了 那么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反例 就是他修明史 他不但没有抹黑明朝 他可能还觉得 这个明朝抹白的 还不太够 我再帮你抹一笔 那么当然这个的原因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原因 那么包括这个史书记载 明朝人为什么 要把这个事情给抹白 也不完全 就是只是一个 为尊者会 替君上遮掩的过程 那么清朝的利益动机 就更加复杂了 比如我们可以讲的利益动机 就诸如这个 清朝编修明史的过程之中 他也要考虑到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的这个 这个皇权 或者说他的统治地位 是传承明朝而来的 我们不能受制于一些 所谓的一些这个讲法 感觉他就是一个 少数民族王朝 那么他这件事情 就很明显的 暴露出他这个想法 就是他是要承认 明朝皇帝的这样一个地位 而且要维护明朝皇帝的脸面 如果明朝皇帝太丢脸了 对清朝皇帝来说 也不是一件很长脸的事情 是吧 你从明朝皇帝那里接着班 然后明朝皇帝是个笨蛋 那别人有可能想这个问题 你可能也不是很聪明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点 就是王王史书中的记载 历史书写的记载 那么哪怕是对于这种 看起来意义非常重大的问题 它会有更多的取舍 而这些取舍会直接影响到 史书的记载 那么索性比较好的是 像土木之变这样一个过程 因为距离时段还不算特别远 那么我们至今还能够看到 明朝当事人留下来的一个 比较丰富的回忆 所以使得我们可以把整个的事情 还可以还原清楚 那么如果没有这些回忆 可能理解这样的问题 就会有这个更大的一个困难 感谢观看